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蛮难的 请问这种题目难在哪里 难在你认为它是一个四选一的题目 对我来讲那叫二选一 为什么 它其实考两个文法概念 换言之分两组 怎样的两组呢 マテ跟マテに 这个问题解决出来之后 你的合格率 正确率不就二分之一了吗 再来 我和 も就是这样子 你先看一下 マテはマテにはマテもマテにも 是不是就这样的排列组合呢 来先给你选 5 4 3 2 1 怎么样 マテには 合理吧 マテ表示终点 后面的行为必须持续进行 一直做做做做到什么时候 但是マテに 把这个持续的这段时间 加上一个表示时间点的に 表达什么 在这一段期间的任何一刻完成就好了嘛 所以我们解释为期限 那到底要マテ还是マテに呢 看后面的动作是否是需要持续的 请问 終わる 是持续还是瞬间 所以像我在学校写作课常会谈到 瞬间动作或继续动作 就是这个问题嘛 終わる 一瞬间就结束了 所以他前面一定不会加 マテ 一定是マテに 因此 一三先排除 再来わ跟も 应该就简单了嘛 当你知道不是一不是三之后 你怎么念念念念念 哎呦应该是二啦 为什么 わ后面是新讯息 も表示还有其他 这句话跟还有其他是完全无关的 这个时候你已经可以找到答案了 再来わ有一个预估最低的量 什么叫预估最低的量呢 说话者觉得这个量应该最少 所以常向我们讲的至少怎么样 这里前面不是一个典型的量词 是一个时间 但是我们把时间变期限 是我们从现在开始 讲话的时间开始 一直到十一点半的这一段时间 应该会结束 最迟会在这个时候结束 所以说话者遇过的最低量 当然也让这个句子带有一点点保留 我想最晚我想至少 在这边他表达的是什么 哎呦如果会议里面吵架延长了 不管我的事 但是你不加哇 到十一点半没结束 就是你的事 好不好白话一点啦 刚刚那一段你可能听不懂 我也不想把它咔掉啦 说话者预估最低的量就是这样子 让自己有一点空间 哎呦我想修这个东西呀 最少要三天 最少要三天是不是就可以 三天以后还有机会了吗 但是修这个 我想三天 如果你四天你就惨了嘛 了解了吧 すみません ヤマダさんはどこですか 不好意思 三天先生在哪呢 ヤマダさんは会議中ですか 三天现在在开会 会議は11時半までには終わると思いますよ 我想会议会在十一点半以前结束 当然这个我告诉人家 哎呦如果太晚啦 不要怪我 来下一题 先生この言葉は意味ですか 優しいという意味です 哎呦这简单啦 这一题我们很快的就来看 他其实要考什么 这几个道或道开头的词汇是什么 哎呦旁边有人骑重机过去 大家原谅我一下 我本来选了一个 黄道吉日一个假日来录影 旁边车少了 结果重机多了 哎呦那后面今天背景不太一样 换个方位 风水上改一下 不是啦 这样子冷气比较凉 好不好 好 所以这一题 我们直接从下一页来看啦 先生この言葉は意味ですか 这一题怎么判断呢 你看哦 第一个 どうやって怎么做 所以后面怎么会是音名呢 第二个 どのぐらい讲的是多久跟音名 没有关系嘛 我们看第四 那どう呢 どう后面你不给它个动词 或者是加des也不行嘛 简单来说就是 ど跟そう こう あ 一样 根本不可能跟名词直接连接 当然是三 どういう 这いう是哪一个いう 言います 说嘛 所以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称之为它叫做什么意思呢 好 所以先生 この言葉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老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やさしいどういう意味です 其实你看答案在哪 答案在回答句 どういう有意味嘛 送你分数啊 这一题只是把いう前面的内容放入 换言之 我们就是要放肉 只是后面的いう不要漏掉 来 再来看下一题 古川さん この授業のreport 終わりましたか はい 一週間かかりましたが 昨日の夜 終わりました 哎呦 你看 我们是什么大体 是文法题 但是文法题 有的时候跟单字一样 所以要大家 你先把单字准备好 文法解决一半啦 为什么 副词 它配合了整个句子嘛 所以它看起来是考副词 其实是看你整个句子的了解 好 我们来看 古川 有文科的报告做好了吗 この授業のreport 終わりましたか 授業 有文科 はい 一週間かかりましたが 是的 我花了一个小时 昨日の夜 終わりました 終わりました 還是結束 所以你看 確定了嘛 對不對 やっと 是正確答案 終於 結束了 終於做好了 ずっと 不行嘛 我們前面提到什么 終わります 既然如此 它有沒有可能這樣 ずっと 因為ずっと的一直 必須是持續的行為嘛 再來 もっと 更加 更加結束 不合理 きっと 一定 一定結束了 除非你是在猜別人 所以昨晚 終於做好了 答案是 第一個 やっと 終わりました 再來 明日一緒にドライブに行きませんか ごめんなさい 明日はアルバイトがあるんです 這些句子我都還是在念一次 儘可能在念一次 為什麼 在這個過程中 各位 聽力就進步了 然後 你的單字記憶就進步了 學語文 你不要只在那邊看著 用眼睛看著 我們就一起看題目 看著當然有用 如果是我 單字 文法 概念都很熟悉 我們看著放到腦子裡 因為我們就解決了嘛 可是對各位來講 你們還是必須不斷的 讓自己的 發音 標準 聽力 進步 念出來 我念出來 你聽進去 你眼睛 聽了 不是 你耳朵聽了 眼睛看了 一個單字用了兩次 聽力是這樣來的 很多同學說 我聽力好爛哦 你聽力為什麼爛 因為你用看的 整天在那邊看 看那個什麼片子 沒有啦 聽力是要靠這樣子的 眼睛耳朵不斷的搭配 這個 我們眼睛跟耳朵 是不是都是受氣 又提到生物學了 嘴巴是動氣 眼睛耳朵是受氣 我講 你看 你在看的時候 你就聽到了 這個時候就告訴你 誒 這個是 match 是符合的 它吻合了 你腦中就記下來了 好不好 聽力是這樣來 準備的 來 誒 我念完了是不是 好啦 選完 選完哦 來看 明天一緒にドライブに行きませんか ドライブ DRIVE 你不要只說 誒明天要不要一起開車啊 你以為他們幹嘛 送豆腐 橫圓豆腐店 A86 不是嘛 如果是真的是開車我們用運電 運電する 所以用DRIVE 明天要不要去DRIVE一下 這表達了什麼 外來語這個時候就是兜風嘛 就開車出遊 好 ごめんなさい 誒 應該可以了吧 對不起 明天有打工 不好意思啊 明天有打工 好 好 好 一位 から 因為 因果關係 所以 行きたいから ごめんなさい 因為我很想去 所以對不起 不行 先看3 行きたいし 如果你看到1看到3在一起 原則上不要選他 除非後面還有一個C 為什麼 C是原因理由的並列 他還是原因嘛 因為我很想去 所以對不起 第四呢 行きたいし 在這邊不也是一個自然的原因理由 但是一樣嘛 他怎麼會因為 我很想去 所以對不起 這樣 けれど けれど 你要把它解釋為 逆態皆序 在這裡 我也不說你不對 也就是這邊其實是一個比較模糊的 可是 が けど けれど 這一組呢 他們除了 很精確的 逆態皆序 因為我們把 逆態皆序 定義為 後面是前面的 相反價值的東西 在這邊並沒有 真的 這個什麼 相反價值 所以我在這邊解釋為 句子未完 可是你把它翻譯為 這個 雖然 但是 你把它想成 逆態皆序 沒關係 所以 行きたいけど 我很想去啊 不過 不好意思啊 明天我有打工 有沒有 這個時候 けれど 你就知道 它可以是句子未完 但是 背後 心裡面 把它想成 你來接續 也是可以的 來 最後一題了 ね ゲームをしてもいい 宿題を アドデスネ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出來 這一題 其實有一個 關鍵字 一出現 啪 你就應該 秒答 來看一下 那個秒答的 啪 是哪裡 啪 ね ゲームをしてもいい 我可以打電動 ま てもいいですか 請求許可 宿題を アドデスネ 只要有 アド前面的動詞 請用 他行 答案是 第四個 した 所以 第一 していた 雖然也是個過去式 可是他變成了什麼 之前的狀態 之前在進行的狀態 第二 している 現在在進行的狀態 思路是要進行 還沒發生 所以既然是寫完之後 做完作業之後 那前面就一定要用 他行 好啦 到這邊 今天拜拜了 拜拜